不像前一阵子去北极看极光 根本都拍不出什么东西 因为手机拿出来就是死机了 所以没有专业相机呢 在那个零下二十几度 最冷可以冷到零下四十度 所以没有办法拍 那现在又回到我们这个温哥华岛 岛上这里 这是山文鱼的生态回游 从出生产卵到小鱼到大海再回游 一个生命周期 我们看到有很多飞鸟 秃鹰 现在这是海鸥 这个鱼从海里面游到淡水河产卵 最近的十几二十公里 长着可以七八百公里 现在这些鱼都差不多了 产完卵放完精 精进鱼王 这个鸟也很聪明 这个鸟先吃这个鱼的眼睛 鱼的眼睛眼窝子吃下去 它这个周围有很多胶质 很丰富 一些鱼在这河面上挣扎 今天带这个中国大陆的大学生 来这看一下这种生态 简单介绍着 就是九月份到十一月份 基本上将近三个月的 大部分都带这种生态旅游 报告完毕 您要读得了 监制 所有的生态旅游 都能保证 您有将千年 这种生态旅游 是